2023年财政预算案回集多种有益人民的方案 其中包括减低部分群体所得税 向M40群体发放100令吉电子钱包津贴等 总拨款达3723亿令吉 网红瞎网近五开直播五度道歉 并提出三个方案解决 希望旅游配套风波能尽快平息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2022年10月7日的东方大马头条 我是惠敏 在解散国会举行大选传言风声价 财政部长东姑扎夫鲁 近五四十正式提成2023年财政预算案 财长表示 近日提成2023年财政预算案 总拨款达3723亿令吉 其中行政开销高达2723亿令吉 以及发展开销950亿令吉 同时教育部继续成为最多拨款的部门 一共获得556亿令吉款项 其中包括11亿维修华泰小学 为减轻中产阶级负担 政府将在明年财政预算案中 减低个人可征税收入5万令吉 至10万令吉主别的所得税税率高达2% 不过政府另一方面也会调高高收入组别的税率 2023年财政预算案也将会拨款25亿令吉 用作每月发放的社会福利局援助金 同时在2023年财政预算案中 财长宣布将会向年收入低于10万令吉的M40群体 发放100令吉电子钱包津贴 预计将汇集800万人民 另一方面 首次购买50万至100万令吉产业的 转名及贷款合约印花税减免 从50%增至70% 财长指出 在大马一家援助金下 补合资格的单身人士可获得350令吉 而没有伴侣的年长者 则可获得600令吉 并且大马一家援助金将增设新的类别 其中家庭收入2500令吉 并拥有5个孩子的家庭 可获得2500令吉的援助金 至于1至4个孩子 且家庭收入2500令吉的人士 则可获得1000令吉至2000令吉的援助金 单身妈妈援助金也增加至3000令吉 同时重返职场的女性 在可免税长达5年 微型和中小型企业的首10万令吉的可征 财长提及2023年财政预算案中 也将会拨款10亿令吉 用作热灵人士的福利援助金 政府也继续推出50令吉 无限次乘搭巴士和捷运服务的 卖50月票计划 预计将会有18万名使用者收费 在2023年财政预算案中 政府将拨款18亿令吉 将用于建造新医院 诊所和设施以及采购医疗设备同时 政府也将拨款49亿令吉 来提高公共卫生服务效率 有关款项比2022年提高12% 此外财长还提及 一次过还清高教基金局贷款还款 可以获得20%折扣 若想了解更多有关2023年财政预算案中的 相关新闻和资讯 可浏览东方网或东方字报官方网站 获得更多详情 网红瞎网今午开直播五度道歉 并提出三个方案解决 希望旅游配套风波能尽快平息 神隐多时的夏王在直播中表示 约30至50名顾客在签购旅游配套后 因酒店住宿问题无法成团 他以逐一打电话向受影响人士作出解释 并提供三个解决方案 他表示这三种解决方案分别是 顾客可以将原本旅游配套转为其他配套 并支付差额 将旅游配套转换为信用额 或是直接退款 他也提起 本身已在前天解决名模谢丽萍 艺人叶俊成及林静苗 所签购的20人旅游配套 并在直播中公开向三人及数家受影响的旅行社道歉 此外 今早名模谢丽萍 艺人叶俊成及艺人林静苗 召开记者会澄清来龙去脉 并表示三人已针对此事向警方报案 同时他们也表示他们并不是为了瞎往站台 而是通过中间人接洽为旅游展站台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按赞留言 以及分享给你的好友 一起来关注国内时事 我们下星期见